众所周知 查尔斯国王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适合承担高强度的王室工作 自从访问法国回来之后 病情突然恶化 手脚的浮肿以及血糖升高 查尔斯不得不入院治疗 据查尔斯主治医生唐医生在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表示 手指经常浮肿是一种积水症状 这可能是由多种健康状况引起的 这种情况是由炎症引起的 可能是关节炎 多种细菌感染 甚至结核病的结果 其他可能包括高炎过敏反应 药物副作用 损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 除了手指浮肿外 长期生活不规律也对查尔斯的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他的肾脏功能出现问题 不能太劳累过度 这意味着他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 并且避免参与过于劳累和耗费体力的活动 身为一位国王 承担着各种公务和行程安排 查尔斯过去曾经付出了很大努力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和健康问题加剧 他必须重新评估自己能够承担的工作量 尽管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 退缩并非一事 在这个特殊时刻 查尔斯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健康 他需要依靠专业医生和团队提供正确的治疗方案 并根据医嘱调整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模式 对此查尔斯国王宣布自己将开启仰望模式 由长子威廉接管王室大小事物 然而 查尔斯国王选择退居二线的方式 给了卡米拉王后带来矛盾感 尽管她一直是英国王室的一员 但她的子女和孙辈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王室内部 与此同时 查尔斯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 并授权其他人处理事物 前段时间就有英国频频爆出卡米拉向查尔斯提出离婚请求的消息 理由是卡米拉担心当查尔斯去世后 威廉王子会对她进行报复 威廉王子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母亲戴安娜的去世 与卡米拉脱不了干系 据知情人士透露 卡米拉感到非常害怕 查尔斯将所有权力都交给威廉王子 她担心一旦威廉掌权 会对她进行猛烈报复 这种担忧使得卡米拉下定决心向查尔斯提出离婚请求 虽然这一决定可能引发争议和负面影响 但卡米拉认为自己必须保护自己和她的家庭 她甚至即使在王位继承人身份上 自己与威廉之间也存在着隔阂 尽管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努力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 并且有所进展 但这种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对于卡米拉来说 离开查尔斯可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但她相信这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利益着想 尽管卡米拉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支持并服务于英国王室 但她也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那些负面压力和责任 然而 在英国王室内部提出离婚请求 无疑会引起轩然大波 并且可能打乱整个继承计划 目前还不清楚查尔斯会如何回应这个请求 以及是否会接受离婚要求 前段时间 英国媒体《每日邮报》就频频爆出 卡米拉王后的前夫安德鲁 向卡米拉王后提出复合请求 她通过媒体大胆地喊话 卡米拉 安妮公主不是我的真爱 这让原本心情烦闷的卡米拉感到纠结万分 安德鲁的突然回归 无疑给卡米拉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抉择 曾经他们相伴多年共同度过了美好的婚姻生活 然而 在查尔斯离开后 安德鲁竟然打算和卡米拉王后 重新点燃当年的爱情火花 这让卡米拉王后陷入了另一种想法 回想起过去的岁月 卡米拉不禁沉浸在那些甜蜜而温馨的记忆中 她和安德鲁曾经是如此深爱对方 在困境中 相互扶持 相互理解 他们一起经历了欢笑与泪水 竞争了彼此成长和变化 当时 他们是彼此最重要的人 然而 命运将他们推向了不同的道路 查尔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并使两人被迫分开 虽然卡米拉选择了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 并与查尔斯共度余生 但回忆中仍然存在着 对安德鲁深深的眷恋 现在安德鲁愿意重新开始 并表示自己从未忘记过那段美好时光 这个消息让卡米拉陷入了纠结之中 她明白这个决定需要深思熟虑 并且会对她目前稳定而幸福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复合意味着重新面对过去 并放下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的伤害和怨恨 同时也意味着要再次接受风险和不确定性 但是在内心深处 卡米拉也明白只有当初那段爱情才能真正满足 她内心对幸福和完整感的追求 然而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 卡米拉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她必须思考自己当前与查尔斯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 是否值得保持 并且评估与安德鲁重聚是否会给两人带来更多幸福 或者是更多痛苦 查尔斯国王 一个长时间等待的太子 终于在2023年迎来了他的家民时刻 然而作为一个年过七旬的茂迪老人 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查尔斯国王于1948年10月14日出生在伦敦 现如今已经接近75岁高龄 尽管他曾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但年老体衰使得这一传承变得更加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 查尔斯国王不可避免地开始感受到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 他面临着日渐增加的疲劳和压力 这对于一个要应付无数公务和责任的君主来说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虽然他拥有广泛的知识 经验和智慧 但身体上的限制却让他无法全力以赴 查尔斯国王也开始出现明显的症状 这令人担忧不已 他经历了一系列医学检查并被诊断出存在一些健康问题 尽管具体的情况并未公开透露 但从外界所能观察到的迹象来看 他的情况不容乐观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不能忽视查尔斯国王多年来 对英国王室和国家所做出的贡献 作为王子长达数十年之久 并长时间待命等候登基时机 在这期间 他始终保持着与民众紧密联系 并致力于许多公益事业 对于一个年过七旬 身体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的君主来说 在面对繁重的公务时 愈发显得力不从心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 王位继承人对这个继母一直怀有深深的恨意 使得卡米拉不得不为自己谋后路 据英国媒体《太阳报》当地时间10月7日报道 卡米拉已经离开白金汉宫 回到了前夫安德鲁的身边 这一重燃爱火的举动让他们的儿子汤姆惺若黄 终于看到了家庭团聚的曙光 此刻 安德鲁放下手中的工作 陪伴卡米拉左右爱如初 两人手牵手走在伦敦的小路上散步 农情看对方眼里全是爱 反观另一边的安妮公主看到这一幕 狠狠地说出一句话 王室终于清静了 卡米拉和安德鲁曾经是一对恩爱夫妻 他们彼此相爱并承诺共度一生 然而 卡米拉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 选择与查尔斯结婚 并成为王室一员 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她与安德鲁走向分离 多年过去了 卡米拉感受到了内心深处 对安德鲁的思念和渴望 她意识到自己在追求事业的同时 失去了珍贵的家庭 因此在白金汉宫居住期间 她决定结束与查尔斯的婚姻 并回到了安德鲁身边 卡米拉和安德鲁重新走到了一起 在他们手牵手亲密献身时 甜蜜的气氛弥漫在周围环境中 旁人无不羡慕他们能够再次找回彼此 这段黄昏恋情再次点燃了两人之间深沉而真挚的爱情 而被这突如其来喜讯震撼不已的汤姆 更是欣喜若狂 多年来她一直希望看到父母重新走到一起 并实现家庭团聚 现在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 她感慨万分 除了汤姆之外 卡米拉和安德鲁还有一个女儿劳拉 她为母亲亲手做蛋糕 来庆祝这个重要时刻 劳拉用心制作着蛋糕 在每层上都写满祝福和喜悦之情 民众也纷纷发表观点称 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原点 大家对于卡米拉和安德鲁复合表示 由衷的高兴和支持 他们是如此完美的一对 应该永远在一起 卡米拉和安德鲁复合后展示出来的甜蜜幸福令人感动 他们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无论我们经历多少风雨 走过多少弯路 在最后都需要回归到我们所珍视 并深爱着的人身边 尽管过去可能错过了许多美好时刻 但当我们有机会重新开始时 请珍惜眼前拥有并抓住幸福 现在卡米拉已经回到前夫安德鲁身边 并且确认复合关系 家庭团聚带给他们幸福与满足感 在孩子面前展示出温暖和爱意 毕竟我们得以见证着一个家庭克服困难 跨越隔阂并重新找回彼此真正意义上 重组成为一个完整温馨家庭 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起点 这也让其他人看见希望 并相信自己也可以找回失去或遗落已久的东西 因此卡米拉和安德鲁复合 引发了民众广泛关注和讨论 恒昏恋情的背后 隐藏着两个人真挚而坚定的相爱 合理解 竟然在电动中 永远来自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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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生活 多余的儿童语